我要回老家结婚了 你回老家结婚 你不是我女朋友吗 你跟谁结啊 是你女朋友可以分手啊 当然是回家 跟我父母介绍的那个人结了 反正不是你啊 你父母给你介绍人了 介绍个有钱的 他们都知道我们在谈恋爱 怎么就给你介绍人了 你没钱呢 我没钱 因为我没钱就给你介绍个有钱人 他们跟我说你 跟你啊谈恋爱就行了 别结婚 可是我们都这么多年了 是吧 我觉得你再等一等我呀 我再过几年就有钱了 要等到什么时候 我也跟你几年了呀 还不是这样 你看不出来 我在积极的努力的拼搏吗 努力也没用啊 我看你努力还不是照样穷 不是你这个 你这回去跟有钱人 你跟人家就没有爱情啊 是吧 你们都没有谈过谅恋呢 有钱就行 你看我跟你啊 有爱 但是没结呢 你能爱我几年呢 过几年你还是不爱我了 新鲜感过去了 你说你怎么会突然变这么现实啊 我现实 对啊 你这也太现实了吧 你怎么突然就说要离开 我就跟有钱人结婚了 我们可是 你自己没结呢 我也给你机会了呀 我都跟你在一起几年了 还这样子穷 我们可是男女朋友啊 我之前我们都挺恩爱的呀 是吧 你也很喜欢我 也很喜欢你啊 男女朋友可以分手的嘛 可以分手你 难道你不追求爱情吗 你这个啊 爱情能有多久啊 还不是一两年就不爱了 那人家有钱 那人家给你用多久啊 是吧 过几年人家也想给你用就给你用 不想给你用就不用 不给你用的 至少也不会比你差啊 我感觉你看你 要车没有 要房没有 房子还是租的 是不是 存款也没有 你拿什么渠啊 那等我有钱了嘛 你就等几年嘛 给我几年的时间嘛 行不行 我等不了了 我也老大不小了 现在就适合结婚 我知道你适合结婚 但是我觉得 你应该要多为自己着想 为自己的幸福爱情着想一点啊 我想得很清楚啊 这是人生大事 可是你这 我跟你说 我看到好多人啊 选择爱情 最后爱也没有 钱也没有 没用 我说 所以我说找 找结婚了就要找有钱了 谁结婚要找有钱的呀 我要去收拾东西了 我要回老家了 不要啊 你 分手啊 我先去收拾了 我先去收拾它